Shiny 隊長溫柔宣布 會在12月5日推出Solo專輯 作為入午前給粉絲最後的禮物 繼泰文 已故成員中原和Key之後 第四位在Shiny 團中成為Solo出道的成員 他們四位成員的第一張Solo專輯 雖然各有不同的色彩 但原來所有的設計 都是按照泰文的專輯Ace演變而成 泰文在2014年推出的第一張個人專輯Ace 打破了他在Shiny 團中固有的形象 以真男人的形象成功得到Shiny Work的喜愛大惡成功 中原在2015年推出個人專輯BASS的時候 曾經說過自己嫖蝕泰文的專輯 說是為了保留一致性 我們準備好了 但我出了一套套奏 在6月中出現 27日之中 在1月中的1月中出版 Ace 表演? BASS 好了 BA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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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來經歷過中原來世 直至今年11月Key才的Solo出道 他在showcase說自己的專輯名face是由中原的個人專輯base而來 希望能夠保留作為shiny的歸屬感 雖然在英文的發音上 voice這個字可能跟ace、base和face有出入 但其實在韓文來說是很相似的 果然1-0的solo出道專輯都離不開這個改名定律 雖然暫時還未公開專輯的封面設計 但相信5位shiny成員都對這個團體充滿歸屬感 溫流都應該會跟大隊 即使單飛也會在自己每個作品告訴大家 自己是shiny的一份子永遠都不會離開 他們這個做法實在令人太感動了